西安1936 作者菊世君 前言一 关于写西安事变系列文章的八点说明 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 今年4月份菊世君被要求写一份关于党史和西安事变的材料 纯义务劳动 由于甲方的需求听着正式且严肃 所以动手前前程的查阅文献资料 一查才发现真实的西安事变和课本上写的差别很大 课本上的西安事变是一场持续了14天的兵舰活动 真实的事变前因后果持续了两年半 当时国内的头面人物几乎都有介入 菊世君读了相关性最大的资料后完成了任务 可是脑海里疑问重重 于是回头扎入书海 每本书都有参考资料 每一份参考资料还有参考文献 环环相扣越来越多 三个月下来看了下图琐事的这么一大堆 还有大量视频资料和电子文档 到7月中旬终于感觉把这件事彻底整通透了 关于为什么写西安事变 菊世君在此做一下八点说明 一 大多数人不了解西安事变 菊世君问过多名高学历的人 他们认为的西安事变是这样的 张学良和杨虎承扣了蒋介石 宋子文 宋美龄 周恩来一起参与谈判并放了蒋介石 最后张学良被软禁了50多年 杨虎承出阳回国后被关押并在解放前被杀害 如果把西安事变比作一篇小说 上述看法只是高潮部分的情节概要 在此之前之后还有很多人很多事 很少进入普通人的视野 事变虽然在1936年12月12日发生 但事情从1935年初就开始萌芽 张学良为什么要停止他原本的任务和红军合作 根源要追溯到1931年的918事变和1933年东北 第四个省份热和省被日军占领 以及事变发生前全民要求抗日的形势 当然还有民国政府的不合理政策 虽然事变在12月25日和平解决 但删后工作至少持续到1937年77事变爆发 再说事变本身被扣押得远不止蒋介石一人 西安城内的警察、宪兵、国民党的特务、省政府官员 来西安的南京高官一夜之间全部被扣 并有数人丧生 事变也不止发生在西安 张学良下令驻甘肃东北军发动兰州事变 下令驻河南东北军发动洛阳兵变 还给全国各地的军阀 官员、英国、美国、苏联都发了电报 并让红军从陕北推进到咸阳附近帮忙戒备 以上这些行动包含的奇闻一事 躺平在泛黄的文献资料里 需要被普及 二、很多人不认识张学良 由于张学良曾给困境中的红军借过60多万元 送过大量过冬的棉衣、办公用品和武器弹药 并在最危急的时刻通过事变间接挽救了红军 所以张学良成了民族英雄、千古功臣 多年来一直以英雄描绘他 却忽略了他普通人的一面 张学良是民国时期的风云人物 生活奢靡 交际圈广泛 豪爽阔绰 作为军阀有自己的诉求 局限和野心 沙发果断 是个非常有故事的人 在事变过程中他夜夜失眠 一开始激动 紧张 中途痛苦 犹豫 最后迷茫 失望 整个过程极其曲折艰难 对于台湾同胞而言 西安事变是发生在大陆遥远北方省份的一起神秘事件 由于张学良扣过江所以他们很敬佩他 每次关于他的行踪都会引起轰动 他曾被软禁过的地方也变成了纪念馆和景点拉动一方经济 在台党政军界的高官包括蒋经国都非常尊重张学良 所有研究张学良的中外史家学者对他的评价也很高 无论其个人性格还是军事生涯 但是很多大陆网民却对他冷嘲热讽 理由是丢东北 顽固子弟之类的浅显认识 这当中的误会我们需要澄清 3.台湾对西安事变的研究很少 有人觉得菊士军看的书里没有繁体内容 所以不全面不可观 菊士军却是花功夫找过 发现对岸研究西安事变的成果寥寥无几 倒是有一些研究张学良的作品 对岸的研究空白和蒋宋家族的存在直接相关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 蒋介石安排秘书代笔写了西安半月记 和蒋委员长李闪前对张扬的训词 宋美龄找秘书代笔写了西安事变回忆录 蒋宋写的是两本小册子 几个小时就能读完 他俩把自己描述的勇敢正义见真不屈 张扬两个叛逆受他们的人格魅力感化认错放人 两篇文章的价值在于他们自身的感受和经历 事变本身不可观甚至歪曲了 这三篇文章是国民党内部和台湾那边 研究西安事变的权威天花板 只要蒋宋家族存在 研究就不能越过这三篇文章 否则是自找麻烦 宋美龄2003年去世 在那之前对岸在这方面几乎没有进展 主要研究围绕蒋宋的两篇事变回忆录展开 认为张学良大逆不道 劫持领袖 害了党国 九十年代大陆对西安事变的研究几乎定稿封存 对岸才开始引进出版海内外的相关作品来学习这件事 那时候带挖掘的东西已经寥寥无几了 所以大家不要觉得了解西安事变就要看繁体材料 繁体材料不多 其深度和广度和我们大陆的没法比 4.张学良的学术成就 台湾研究西安事变最有利的地方 是对岸有张学良这个最核心的当事人 但是张学良发誓终身不谈这件事 谁问都没有 1956年蒋介石写苏俄在中国一书 他这个当事人20年后依然不清楚西安事变到底是怎么发生的 于是让张学良写一下给他引用 张学良这才破例 他口述赵四小姐用书法加水准的小凯超 写下了一万多字的西安事变忏悔录 寄给蒋介石的时候还附上一封短信 大意是说这件事我发誓终身不谈的 但是你的面子我不能不给 忏悔录用文言文写成 循序渐进 文笔优美 得到了国民党内不要缘的一致好评 老蒋看了这篇文章也赞不绝口夸张学良文章写得好 希望他写回忆录 张学良软禁的几十年读了大量传统经典 尤其对明史和王阳明的研究非常深 如今我们大学人文类研究生怕是没几个人能写出忏悔录那样的文字 如果当年找几个教授给张少帅指导一下 颁个历史学硕士学位是没问题的 张学良听了各界的肯定后也开心 但是因为势力和经历的原因没怎么写回忆录 不过促成了后来哥伦比亚大学跟张学良口述历史的合作 5.哥伦比亚大学的两次口述访谈 张学良口述历史发生在1990年之后 那时候蒋是父子都已去世 宋美龄长居美国 张学良彻底自由 口述历史共有两位合作者 一位是哥伦比亚大学的唐德纲教授 另两位是哥伦比亚大学的张志宇和张志炳姐妹 唐德纲落了十一盘录音带 他带的博士傅宏林以他的博士论文出版了 专注张学良的政治生涯 此书被张学良评价90%符合史实 唐德纲变的青年学者王淑军 根据那十一盘录音带写了大部头上下两本张学良世纪传奇 唐德纲本人意味年事已高写不了东西 就将十一盘录音带一字不差地转成文字 出版了张学良口述历史 合作期间张志宇和张志炳姐妹俩跟张学良形影不离 获得的资料更多 又多达145盒录音带 但是关于西安事变涉及的并不多也不深 张学良依旧不愿意多谈这件事 张氏姐妹俩发表了多篇关于张学良的文章 后来集结出版为张学良晚年探威 张志宇对唐德纲及其弟子所作的口述历史 有很多的指责和否定 唐德纲则认为张志宇姐妹俩历史功底不扎实 浪费了一次好机会 以上四本书是海外研究张学良的成果 四本书局势均都读了 届时会把一些奇闻意识跟大家分享 六 对西安事变最全面的研究成果在大陆 西安事变的大量参与者和见证人都在大陆 其中最有身份的参与者是周总理 他很重视对西安事变史料的保护整理 1961年西安事变25周年之际 周总理只是组建西安事变史领导小组 主动寻找事变当事人 上到国民党军官下到张学良卫队士兵 分别做访谈写回忆 形成了大量一手资料 1986年西安事变50周年纪念日 当时事变的亲历者依然健在 学术界又做了一次较大规模的查诀补漏 甚至开会请当事人当面对质纠正误差 形成了一批珍贵的资料 至此关于西安事变已经不剩多少疑问 1996年西安事变60周年来临前 学术界又有一批论文和专注问世 最专业的是杨奎松教授1995年出版的西安事变心探 但重点不是事变而是张学良与红军的关系 到此为止西安事变已经没什么东西可以挖掘了 如果现在还有人发论文写西安事变并号称有新的发现 大概是对以前的东西读得不够多不够深 遗憾的地方在于 这些海量的学术成果从形成到现在 又过去了二三十年时间 对于当下三十岁以内的年轻人而言 事变连同关于他的研究成果本身又成了历史 时间越久大家越陌生 只记得张学良丢东北 花花公子并对他冷嘲热讽 所以我们需要将前辈的学术成果发扬光大 让更多人知道历史 了解过去 从细节中寻找教训 领悟人生的意义 七 以往关于西安事变的作品不能让人满意 在阅读研究这段历史的过程中 局势均经常感到遗憾 专家学者虽然有研究成果 但不一定有文采 写出来的东西是论文体 不清明 有文采的人没有知识储备 字里行间显得轻薄 避开不擅长的领域导致内容失衡 还有那些不同身份的人写的回忆录 比如张学良的士兵 杨虎成的下属 蒋介石的秘书 军统滞留大陆的特务 每个人都要肯定自己的长官 并向正确的立场靠拢 这是他们个人的局限 也是时代的局限 另外 几乎所有的写作者都冲到 诗变前后的那一个乐曲表演 忽略了其他内容和大量细节 导致这段历史在读者脑海里 严重脱离现实 很像一场传奇故事 华青池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地方 杨虎成请南京高官吃饭 到底吃的是凉皮还是肉夹馍 事变当天打死的13名蒋介石卫兵 尸体最后怎么处理的 蒋介石的假牙是怎么丢的 又是怎么找回来的 陕西省主席少利子当天晚上 如何躲避事变又如何被带走软禁 历史缺乏细节必然会空洞 8.关于写作风格 过去的两周时间里 局势军又把万里15年读了一遍 关于西安1936的写作风格 局势军会尽量模仿万里15年 在兼顾历史和细节的基础上 做到通俗和幽默 并符合当下的时代特征 这是一个很高的要求 局势军的把握也就六成 更新频率注定不会高 所以西安1936将作为一个长期更新内容 穿插在国际局势的时评文章中间 打磨好一篇更一篇 估计总共会更新80至100篇 我们彼此都要有耐心 最后希望得到大家各种形式的支持 西安1936 我们下一节再见